好,同学们,那我们一起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呢? 叫做just ahead of us, there was a huge,一起来,fisher,再来一遍,fisher,这个词叫大裂缝 那么同学们,是一个名词,到底怎么回事,一会儿咱们再来看,因为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一个裂缝,对吧? in response to,作为对什么的回应,the renewed pleadings,好,这个词挺重要,希望大家记住 首先不用记名词,动词更重要,跟我读plead,把ng去掉plead,它的意思叫再三请求,一再恳求 让某人做某事,求某人可能逼一句拜个祈求就可以了,或者要求,但是plead叫再三的请求 比如词组叫做plead wit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注意一定要有个with,我们叫请求某人做某事,或再三恳求某人做某事 举个例子,他再三恳求父母原谅他,可能他以前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就可以说,he pleaded with his parents to 原谅,forgive him 是不是这么说呢?he pleaded with his parents to forgive him 那再举个例子,他再三恳求他不要留下的一个人,怎么说? she pleaded with him not to leave her alone,把他留在家 是这个意思,有的孩子发现这个玩具很好,或者说,不好意思啊,这个不是玩具,是玩具,对吧? 那孩子再三请求他,就他的爸爸,给他买个玩具,怎么说? the boy pleaded with him with his father to buy a toy for him they pleaded wit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叫做再三请求某人去做某事 那这句话叫做pleading,也叫请求再三恳求,一再恳求 六叫心,加个re是重心 那这里就是一再,每次都更新,一而再再三恳求 所以这种一而再三恳求的回复,谁回复呢? 布鲁斯呗,布鲁斯就真正停下来了 到底谁恳求?我们一而再三恳求 我们恳求布鲁斯怎么样?停下了的车,怎么说? we plead with Bruce to stop the car 那么于是他最终停下来了 then we all got out to examine the fish 我们都学来简单,什么叫fisher来了? 打电字 he remained in the car 注意这个系动词很重要啊 goish to remain 它是个系动词 为什么叫系动词呢? 因为它的中文翻译叫still加b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叫b,叫是 still叫仍然 所以remain的意思叫仍然是 那这句话叫做他仍然 本来说he was in the car 叫他呆在车里 那什么叫he remained in the car呢? 翻译成he was still in the car 叫做别人都下去检查 他仍然呆在车里 那意思移动不动的 事不关急 we informed him that 什么叫he informed? toed 我们告诉他 the fish stand 叫伸展绵延 学过了 咱们以前学大桥那一刻讲过的 这个裂缝伸展至少50码 并且有两英尺宽啊 并且还有4 feet deep 有多深 even this had no effect effect影响效果 这都没用 它根本就是无动于衆 仍然remain in his car 那于是我们怎么办呢? 哎 接下来发生了一个事情 Bruce went into a low gear gear这个词现在都不用了 就是手动挡汽车档位 什么换个一档 二档三档 知道就行了 他换了个档 怎么样呢? Drove at a terrifying speed 一个非常恐怖的速度在开 好像更快了 Keeping the front wheels of the thread crack as he followed this zigzag horse 这里出现了几个词 大家可能比较晕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戒词 一起来 a stride 再来一遍 a stride 注意它不是动词 它是一个戒词 它的意思叫跨着的 骑着的 比如举个例子 一想到这就想到马了 比如坐在马上 叫seat on the horse 但是未必坐在马上 就一定要跨着 可能两个腿都在一边 这么坐着马 也可以啊 前面抱着那个骑马的人 都没有问题 就跟你坐自由的 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时候 也不见得非得跨着 我非要说是骑着马 最好这样说 我把它换一个就出现 我们今天呢 叫seat a stride the horse 注意这是个 这次 我们叫seat on the horse 或seat a stride the horse 就是跨着坐 没问题吧 当然有些同学 一般都不会坐在门上 当然你要门坏 怎么修门呢 有人骑着门坐 那我怎么说呢 seat a stride the door 也是这么来的 比如再举个例子 这就是骑在门上了 再举个例子 就是他了 我们的鸟叔 对吧 老说骑马舞 那他现在怎么站着呢 he is standing astride 他跨着站 这个动作我们就表达出来了 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keeping the front wheels a stride the crack crack也叫裂缝 那实际上这轮子 怎么这个裂缝 大家看啊 比如这两个车轮 这是一个裂缝 他定要 咱不老骑过去嘛 千万不要这孤落 这儿一个井 你这个车过来 也就是压过这个井 但两个轮子在井外 我们叫做 把轮子骑过这个裂缝 那么又一个裂缝出来了 刚才学的还记得吗 FSSS FSS URE go to Fischer 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程度不一样啊 从缺分的程度来看 我们分三个词 第一个以前讲过 还就是缺口这个词吧 跟我说cheap 一个小口子 我们叫cheap 切了一个脚 有点小破色 而这个词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裂缝 跟我说crack 猜了一遍 crack 但也是非常小 可以翻成裂纹 裂缝 这个瓶子遇到裂纹 这个crack 你这瓶子切了个脚 there is a chip on your cup 但是今天最大的词还可以叫fisher 往往都是什么东非大裂谷啊 地中间来了个大裂缝 我们家房子这儿有一个都很少用fisher这么大的词 所以这叫地一地之间大壶沟的裂缝啊 一起来fisher 那么于是乎 当然这里用crack没有问题 他骑着这个裂缝 当他沿着这个什么样的路线呢 下面一个词是一个形容词 你听这个音 zik zag 再来一遍 zik zag 它是一种形状 既不是直的 也不是圆的 也不是方的 这些形状都叫zik zag 这叫什么形呢 你看这个 这三个共星 这星天图的这样的 以及你看这个山脉 很好 zik zag的原因叫做只字形的 中文只嘛 他们叫zik zag zik zag最早是蛇走路的方式 叫the snake is zigzagging the road 但是现在当熊子 叫只字形的 他沿着这个只字形的线路走 当然咱们中文不能翻译 只字形的线路 就是叫蜿蜒的小道 可以这么翻译吧 蜿蜒的蜿蜒的这种感觉 所以 be who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在我们的担心发生什么之前 we were back on the point again 我们又回到平台上了 bruce consulted the map 跟我读一下这个词 一起来consult 还记得什么意思吗 咨询请教 跟问不一样才我们上级 你可以问老板 consult your boss 可以问老师 consult your teacher 但不能用这个字问弟弟 因为他的意思要咨询 那你问弟弟就是 you ask your brother 注意consult还有第二个意思 那就是后面可以加一切的工具书 如果老师问不了 比如老师不在家 if you cannot consult your teacher 那就干嘛呢 consult your dictionary g 那就咨询你的字典去吧 中文翻译上查字典 如果你迷了路 那就consult the map 怎么翻译呢 查了查地图 也可以翻译咨询了咨询地图 又看了看地图 告诉我们 你还可以把透度换成哪个词啊 informed us that the village the village was not only 50 miles 现在又变15公里了 our next 跟我说obstacle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下一个障碍 就是一个 你滩水 这滩水怎么能过去呢 还好 形容词一起来 shallow 再来一遍 shallow 它的反译词叫deep 那它是什么意思 浅的和深的 这个词很简单 当然这个词有的时候 也会这样说 你要理解 if you only interested in your book looks 如果它只对你的外貌感兴趣 那我就说 那就显示了 how shallow he is 它到底有多浅 这人只浅什么很好 浮浅的 浅薄的 还可以指这个意思 比如说 he is a shallow person 真是一个浮浅浅薄的人 一点内涵都没有 不像他 惠目如深 所以注意啊 shallow还有比喻的色彩 那么同学们 于是乎往下看 说 你滩浅滩的水 好 booth charge at it 这个词了解即可 如果你非常知道 charge有很多意思 这里学它的一个意思 什么叫charge呢 我们字母叫charge at somewhere 朝哪去charge 原来是军队的词 这叫干什么呢 很好 军队的冲锋 冲刺的意思 向敌军冲去 就是charge at the animal at就是向 向哪冲 比如举个例子 the troops charged at the enemy lines 军队向敌军的前线 冲去了 就是我们的这幅图片了 当然有人求吹会用 当然这个是比较难翻译的 one of our strikers striker does was charged by a defender 被一个防卫者冲刺 这是什么意思 那就以后你多看看英文的足球解说 就明白了 中文这么翻译 我方向前方受到对方后卫的猛冲拦截 原来striker叫前方 我方向前方 被谁给冲了呢 就是被他给猛冲拦截 defender叫后卫 咱们叫防 指引防护者 咱们叫后卫 很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到这个更有意思的女神了 一般到下课都12点下课 到11点半 估计有同学开始倒计时 倒计时很辛苦 拿个反核 从书包里赶快掏出来 等着 最后还一分钟的时候开始倒计 659 最后倒计 4321 于是 你听别人想 孩子们就冲下楼了 那就是跟冲锋一样 the children charge的冲锋 沿着楼梯 downstairs 很好 the children charge的 down the stairs 往哪冲 往食堂冲 at the dining hall 就是of our school 朝食堂冲了去 很好 第一次看到海 很兴奋 我就朝大海冲过去了 I charge的 I turn the sea 向它猛冲 那它在干嘛 booth charge的 I take it 这的意思 我估计就应该是上去的这个水滩吧 它向它猛冲 那我会有加油 很给油吗 往前冲 but in the middle of the car came into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这是本课最后一个词组了 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词组 手机中 hot叫停止 完全等于stop 但是hot比较文雅 那么同学们 今天的词组 什么叫come to a halt 当名词用 它的意思叫come to a stop 它的意思叫停住 停止 举个例子 the group of tourists came to a halt outside the museum 那这一组游客 一群游客怎么样呢 在博物馆的外面 驻足停下来了 好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 在这边这样 去哪玩呢 这有个网吧 于是我在网吧门前停下来了 网吧 网叫net 注意吧可不用吧 我们叫cafe 咖啡馆 所以网吧叫net cafe 我们怎么说 I came to a halt in front of a net cafe 不就这么出来了吗 这句话呢 I walk along the road coming to a halt next to a cafe 就出来了 好 汽车在我面前停下来 怎么说 the car 还好 杀住车了 came to a halt in front of me 但今天作者用的是 the car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停下来 停下来 我们还来这么一个形容词呢 那我得琢磨琢磨 到底什么叫grind 就是这个动词啊 各位说grind grind 磨 研磨 磨碎的意思 注意它可是个不规则变化啊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的过去是怎么写 让你大出你的意料之外 我们叫grind ground ground 有人说 ground不是地面吗 注意这里可是研磨的过去词 有的时候我写个ground 是个动词 想想是不是某个词的过去词呢 这叫研磨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就是grind coffee beans 磨咖啡 豆用的 那再举个例子 grind core into floor 把谷物磨成什么 into flower 面粉啊 那么同学们 以及说再来看什么叫freshly ground pepper pepper叫胡椒花椒 ground是过去分词被新鲜磨好的花椒 现磨的花椒吗 那咱们老说这个豆浆是现磨的大豆 那英文是不是也这样说 freshly ground beans 那么同学们 那今天作者说的是 tentua grinding 好的 这的grinding跟磨没有关系 是个象生词 就是 鼠子一射就停下来了 轮胎在磨地面啊 所以就是咱们中文就是 战然而止 战然而止 我忘了怎么翻译了 对吧 tentua grinding stop 就是突然终止 还有个象生就 嘖的一声就杀住了 一个黄色标志 在dashboard 可以不记 就是你 系上的仪表盘 出现了黄灯的标志 来回的闪烁 Bruce announced 宣布什么呢 还高兴的宣布 there was no oil in the engine 油箱 没有了 真是没有 sense of danger 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危险 我危险感 所以同学们 这篇文杉的故事 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疯狂的人 但文章的故事 你没发现吗 总共都是在路上跑 用了多好的一些词汇呢 这篇文章 我强烈建议把它背下来 如果实在背不下来 那一定要把这些词组 给我好好背下来 这样的话 如果你背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二阶段 最后一课 lesson forty 第四诗课了 我们到那个时候 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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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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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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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